你看 我是被害者家属 我看你被 服刑被枪毙了 那我心里不舍于 我的家人被你伤害 但至少对于 你杀害我这个人 我就没什么那么恨 因为你也伏法被杀了 华人文化里头说杀人则死 杀父之仇不共在天 有没有 有没有 有仇不报非君子 华人文化里从来就是报仇文化的 没有不报仇的 是不是这样 你今天叫华人说 废主死刑 没那么容易的 你除非大家都信佛 懂因果 或者是信基督教天主教 有上帝的救赎 上帝更伟大 上帝造一切人 人杀人都是上帝的事 所以上帝叫你原谅 你原谅的是上帝替你买单 有上帝替你救赎 所以西方比较容易进行 所谓的废主死刑的这种事情 他也比较容易基于上帝的信仰 来接受杀他的人的存在 华人没有 华人连司法都不太相信 从来就是人法重于一切的 情理法情摆在前面 人情有了 有钱判生 华人没钱判死 华人从来就是这样讲的 对不对 华人文化里头 什么时候司法被人民所接受过 信任过 没有的 很少的 未来看能不能呢 现在还很少的 是不是这样子 那这样你就要让他相信司法公正 然后所以说那个 杀我的人可以不受死刑 对大部分的华人无法接受 所以这需要社会教育 也需要宗教教育 这是未来的事 立刻的强制执行 社会会不安 那么我们中华民国的文官 也应该懂得像这样子的话 跟外国人讲 因为外国人要求我们马上 马上废除死刑 我们就得要听话 你中华民国不是 不是已经民主了吗 民主就得要跟着我们一样呢 这个你要告诉他有文化的不同 这没办法一致 如果要求台湾 那请先去要求新加坡 废除边刑 先去要求IS怎么样 废除 马来西亚的某几个州 废除斩手 斩那个手 马来西亚现在好几个州啊 偷东西直接剁手 你先去要求他吗 这样子 那在民主时代 社会里头 偷东西算为罪 对不对 你们有几位失误 东西被偷了 对不对 现在没讨回来 为什么 那算为罪 在社会文化里头看 这算为罪 轻罪就对了 是不是这样 要不我给整个剁掉 那你先去要求那个 你不要来要求台湾这些 是不是这样子 台湾是模范生 民主模范生 所以要先做给人家看 谢谢再联络 我们还有文化问题 没解决 文官要懂得 跟西方人解释 说这是你要尊重 我们的文化 还在转变 是不是未来 是不是要走到这样 那需要 那需要一个国家的司法 受到极大的敬重之后 才有办法 而且人民的宗教信仰 要高到一个程度 才有办法 从来华人文化里头 心中是没什么信仰 从国民教育就开始 就没有这些信仰 因为儒家为主 重在人本 不重在心灵的什么 决性本 或者西方的上帝本 西方的宗教文 西方的宗教 甚至于是在法律之上 他们的法律 早期是以宗教的实界 作为基础而建立 你要知道 人家有这种渊源 东方从来就没有 尤其是中国 从来就是儒家为主 是人本为主 人王都可以封神 你要知道 对吧 天子 他在封神 人比神还高 你看看 岳飞 岳飞突然 这个 突然之间就在清朝 被人家换下来了 武圣就被换下来了 因为他驱逐达辱 他驱逐外族 清朝就是外族人 清朝是女真族 所以清朝皇帝一看 叫不对 我就是外族人 岳飞专门在赶走外族的 因为他以汉族为主 赶走外族 他当年是这样干的 所以清朝皇帝说 不行 他叫你退位 找官公来 因为官公没有这种事 官公是汉人对汉人干架 他没有说驱逐外族 你懂吗 女真族是外族 女尊族不是汉人 是不是啊 是东北人 是那个什么人 满族 满族人 他是满族人 爱卿觉罗 他们是满族人 跟汉族不一样 是这样 你岳飞怎么可以赶外族人 那你下台 说下台就得下台 所以武圣突然间 岳飞干了那么久的武圣 突然间就怎么样 也没有什么退伍令 也没有什么退休金可以领 也没有什么样子的什么 什么牢基法可以保护他 马上就下台了 然后官公就上台了 从今而后呢 警察跟什么呢 跟黑道都拜同一个人 官公 他都拜官公 是这样子的 黑道白道的贡主就是官公 二者一路就这样 你去香港看一看 就这样 好 那么这是笑话 但事实也是这样 对不对 华人文化就是这个样子 对不对 说 那么 对不对 对不对